大家 都好想你 比每天晚上 都好想梦到你 但你应该是知道 我会激动 我会难过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来见我 哭红双眼 再也忍不住对恶姐的思念 余湘泉代表家人上台致辞 细数两人幼时的点点滴滴 你说你想当歌星 妈妈却说你的声音像鸭子在叫 你就每天不断努力的练习 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这样竭尽全力 就这样唱歌 变成全家里面最厉害的 致辞中满满对姐姐的爱 更谈到谢谢今生成为我的姐姐 下辈子我们还要当家人 台下的于天和李亚萍 以及于怨奇老公崩溃 难掩悲痛情绪 另外资深歌手洪荣红 也上台致辞 现场播放追思影片时 李亚萍情绪激动 于怨奇老公看到画面中 夫妻相爱的模样 也不时低头落泪 于怨奇看爱之路走得艰辛 他坚强的母爱令人不舍 告别是以白色鲜花布置 典雅大器 另外副总统赖清德等 政见和演艺圈 不少瑜伽好友前往之翼 于怨奇将长眠在基隆永恒文创园区 于怨奇远离病痛 在天堂化作最美的天使 永留人心 华视新闻林立亭 黄瑞玲 台北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于杰一起看新闻吧